嗨 我的名字叫霍丽仙 我现在在Avenues The World School上五年级 嗨 我的名字叫霍之如 我现在八岁 也在Avenues The World School上学 这个挑战的灵感来自于我们的学校 Avenues The World School 今天我们来要挑战一件事 什么挑战啊 种树啊 什么 为什么要种树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先来说说我们需要树的理由吧 所以树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 树木提供栖息的 是数百万种动物和植物的家哟 树上或树里 生活了很多的物种哦 包括哺乳动物 针菌 植物等等 树木帮助维持生物多样性 跟你们讲个笑话哦 大树跟小树 大树跟小树到底差在哪里哦 我们给你三秒来考虑 三 二 一 答案是 插在土里 所以呢 树的叶子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 通过光合作用转化为氧气和糖分 同时释放水蒸汽和氧气 这就是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可以帮助改善空气质量 此外 树木的树皮和叶子表面也可以吸附空气中的污染物 将其固定在表面或转化为无害物质 我们这样在外面运动时就不怕呼吸到受到污染的空气了 你能帮我说说 树木是如何帮助保护水的资源吗 树呢会减少土壤对污染物的吸收 还有会过滤污染物 过滤的污染物像二氧化碳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 这些污染物都是空气中的主要有害物质 它们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都有负面影响 树可以减缓雨水流速 减少水土流失和洪灾的发生 对于环境健康有帮助 树还可以同时增加土壤的水分渗透能力 可以帮助提高地下水位 我们需要树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树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减少空气中的碳排放 另外呢 树木可以自然降低城市浸温 为人们提供树荫遮阳乘凉 我们之前往波士顿城市里 如果没有树的话 每天走路回家早就被晒死了 对 所以种树是一个好主意 农用林业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尤其是在农闲时期 可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农用林业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 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 哇 树真的是很重要 现在谈谈健康 你知道树可以减轻压力和忧虑吗 如果你情绪低落 你可以闻闻清新的气味 和听到触发出的舒缓的沙沙声 来减轻压力 树荫还可以保护我们不会受到 对身体有害的脂外线的伤害 哦 你知道吗 它以树木接触可以降低血压 心酸和压力激素水平 有助于改善身体健康 这个叫森林预留法 就像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我觉得全部的压力都消失了 所以拯救世界从你开始 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拯救世界呢 拯救世界其实就是爱护地球爱护我们的家 我们来看看一些简单开始的步骤吧 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很简单的帮忙做一些为环境的改变哟 比如说呢 你可以在不需要的时候关灯 使用天然的阳光在家里做事 不需要的时候关掉你的冷气或冷气 还要打开窗户自然通风降温 这样就可以减少使用冷气过暖气省电省钱又健康 那么要如何爱护环境的呢 那很简单啊 你可以帮忙收集生活垃圾 或是跟我们一样种一棵树 下人的时候你可以收集云水来浇花 还有记得帮忙保护衍生动物 不要破坏它们的生态环境哦 我跟你们再讲个笑话好不好 很多动物都会跳得比树高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树不会跳啊 那即日用水也是一件又重要又简单的事情 为了省水 你可以缩短洗澡时间 衣服真的脏了才洗 有的时候只是拆一下下 没有脏就不用洗 这样不会错错的吗 不会啊 自己先闻闻再说 还有刷牙的时候不用开水哦 蛤 那要怎么刷牙 就把牙膏吞掉吗 才怪呢 你只要漱口的时候才关才开水龙头啊 哦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拯救地球 哇 天下好难哦 没关系 每个人走一小步 加起来就是等于世界的一大步哦 哇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啊 我们要提高大家对环境的知识 还有 种很多树来帮助大自然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我们想要种一千棵树 哇 好厉害哦 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行动 周末没事或是放假时候 乘出一点点时间来种树哦 那如果没有时间呢 也没有关系 就到我们的网站 捐款也可以帮助哦 我们跟One Tree Planted有合作 要来看看吧 这是我们跟One Tree Planted的网页 您捐的每一块钱 One Tree Planted就会帮你造一棵树 厉害吧 哇 好棒哦 哦 连一块钱也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麻烦大家捐出不到一杯咖啡的钱 来帮忙拯救世界吧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一样去亲手种树 我问你一个问题 在树上唱歌拆一个字 我给你三秒哦 答案是 3 你在树上面rap啊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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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们种树的一些照片 我们在Angela Forest种树的一整天 超级好玩的 可是也发现其实种树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容易 对啊 每种一棵树 我们至少花了半个小时才完成 不过我们玩的很开心 超级值得的 那要让他们知道如何种树吗 当然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种树的 种一棵树比你想象的要难 我本来以为只是撒下种子在浇浇水 可是呢 亲手去做了我才知道 其实种树需要很多步骤来准备哟 所以你要先挖一个比树深一到两寸的洞 之后用地鼠网保护树根把树苗放进洞里把土压紧 第三将土放回树的周围还有确认土大概跟树一样高 第四在树周围用土造一堵墙 第五往洞里倒水让水慢慢的渗进土里去 倒完一桶水你就完成咯 谢谢你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记得要行动哟 希望你们能跟我们一起走出这一小步 记得没有时间种树可以捐滑到我们的网站 帮我们走下种一千棵树的目标 拯救世界 从你开始 谢谢 下次再见 拜 请不吝点赞